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修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愣眼睛的五十阴谋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自己发生问题还不知道 这是第一 因苦受而过意真悲 第二 欧一大师叫做感激身庸 你太过意感激了 生起这个勇猛心 那叫做感激身庸 如果是讲义呢 讲义就叫做扬极其佛 他这个扬极其佛呀 是按照这个正脉 正脉是跟前面成为一对 所以这边是扬极其佛 前面是一己身碑 因为发扬我的智慧 我已经跟佛相同 这也是一种问题 这是过意感激 生起过意勇猛的心 就是由乐受而生 前面是因苦受 第二是因乐受 经文说 欧难 又比定中诸善男子 见摄音消受应明白 圣相献前 感激过分 扶起其中生无限勇 齐心猛意 致其诸佛 为三生起一念能愿 此名功用临随过愿 悟着无救 辉为圣证 绝了不迷 久之说消谢 如多圣洁 在有狂魔入其心腹 见人就夸 我慢无比 其听乃至上不见佛 下不见人 是一阵受 当从伦罪 这一种是由乐受而生 他觉得前面修正 在破摄音的时候 觉得没有什么困难 那么因此现在 生音破尽了 要破受应 生成一种快乐的感觉 所以 就是有乐住 生成这种的狂魔 佛对欧南说 又还有 鼻正在定境之中 这个定中 就是指生音破 受应现前 在正在修定的反文字性 或者是在任何反文的修行当中 这个算男子 包含算女人 见生音消 受应明白 看到自己前面破生音 生音已经破了 生音消失了 受应很显明的显现在面前 圣像现前 就是前面所说的 见到光明 都是佛像 好像明镜见佛一样 很清楚 由此感激过分 他很感激 哦 不得了 我一向认为众生有佛性 人人能成佛 现在 我看到了 我见到佛就是如此 由此生起很感激之心 因此 佛一其中 身无限庸 忽然之间 在这个感激的心中 生起一种 没有限度的 勇猛精进之心 他这个勇 勇呢 是勇猪诸佛 所以我跟佛差不多了 我已经跟佛一样 你看 佛五金线前了嘛 就是提提蒙力 他的心非常勇猛 很利 蒙而起而立的 自提诸佛 意思就是说 我的志向 跟佛相起了 佛所得的 我已经得了 他反而说 佛 所有的诸佛 要修三大 欧生起 皆才能成就 我 不用了 我一念就超过来 所以说 为三生起 一念能约 三生起 生起是无数 三大无数皆 按照 按照 生文法 向释迦牟尼佛 他从古释迦 发布立心 立皆修行 到实提佛 他清进了七万五千佛 这叫做第一个欧生起 就从古释迦最初发心 从此 立经清进诸佛 到了十七佛的时候 他已经清进过七万五千佛 这个叫做第一个欧生期间 从这个十七佛开始 继续清进佛修行 到了兰丹佛 那么经过这个十七佛的 兰丹佛的中间 清进过七万六千佛 这个叫做第二个欧生期间 从兰丹佛开始 一直清进诸佛 如法修行 到毕婆师佛 从兰丹佛到毕婆师佛 就清进到七万七千佛 你想想看 他们清进到多少佛 第一欧生期间七万五千佛 第二欧生期间七万六千佛 第三欧生期间七万七千佛 诸佛修行都要经过这个 三大欧生期间 才能整到佛果 我不用啊 我一念就超过了 这是因为圣文法说 如果以大圣菩萨道来说 从初发菩提经开始 经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 十回向满了 登初地 这为第一个欧生期间 大神不大道的 第一个欧生期间 从初地 到二三四五六七 到八地 八地之前 从初地到八地 这个叫做第二个欧生期间 从八地到成佛 到等觉菩萨 三三七门 三七修佛会门 还有百阶纵向豪 这是第三个欧生期间 那么就是说 大圣菩萨道 初地以前 第一欧生期 初地到八地 第二欧生期 八地以后 叫第三个欧生期 都是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大圣菩萨论说 不论哪一尊佛 修行 到成佛 毕竟要经过三大无数节 菩萨论说的 毕竟要经过三大无数节 没有不经三大无数节 而成佛的 所以我平常是这样看 菩萨论说的三大无数节 那是屠城 基督说 这里到台北几百里 几百云里 这是屠城 一定是要这么长 那么什么时候到你 多久才到 那就看你的交通工具 如果你用徒步的话 这里跑到台北 恐怕要好几个月 只要你骑这个 脚踏车 稍微快一点 但也有相当一段时间 如果是摩托车 又要快一点 假如是用这个巴士 或者是火车 那就更快了 如果是火车 高雄到台北 不过是三十个小时 如果是坐回居 半点钟就到了 什么时候到 看你的交通工具 就是说 看你的修行功夫 这个三大无数 就是固定的图层 但是你必定要修到 三大无数 就是福慧圆满 福德智慧 同样都到了 究竟圆满 才能成佛 现在这个人呢 他的无限勇子 怎么说呢 什么三大无数 我一念就跳过 我现在就过了 不用五三大无数 所以一念能越是跳越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使命功用临帅过约 他太用功 而破身影太容易 所以他的临驾在 诸佛之上超帅过去 因为我已经越过 诸佛的境界 在这种情况 如果无责无救 您能体悟 这是一时的勇猛 过旧就不会生起来 非为圣证 不是正道圣人 紧接 要用悲心来勇慧他 不要单偏一字 绝了不迷之 九字消息 如果你能够绝了 这是一时的勇猛 不迷惑的话 九字 这种念头就会消失 若作圣洁 这有狂魔入去心腹 那如果你认为我已经正道圣国了 不得了了 那就会有一种狂魔入在他的内心中 狂魔也是过去修行发狂而成为狂魔的 现在他就碰到这个发狂的人 他就来 跑到这个狂人的内心之中 到了这个现在正在修行发狂的这个人的心腹里面 腹是五脏六腹啊 他由此 他的精神完全被这个狂魔在哪里作用 看到人就在哪里夸赞 夸自夸了 我慢无比 哦 那个公告我慢不得了 后边有说 他说 齐心来自上不见佛 佛 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老早就超过了 下不见人 他看到其他众生 都不知道他已经所正道 如何如何 私以正寿 真正要正国的这个山脉的正寿啊 失掉了 当从 当从轮坠 从此就要坠落于 啊 轮回生死的境界里面 这是很可怕的啊 这是由乐受引发的 这种狂魔啊 呃 因乐受引发狂魔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境界啊 所以要特别注意 第三是自衰 成一 啊 就是第三种 第三种在 呃 讲义里面呢 叫做定偏多异 啊 定偏多异 啊 定偏多异 又比定着诸三男子 见 圣阴销 受印明白 呃 前无心正 归是故居 啊 自立衰迷 衰迷 衰迷 入中 中悔地 耿无所见 心中忽然 胜大哭 哭 一切是身意不善 将是一位秦 金定像 又比定中 诸三男子 见 身影消 受印明白 呃 这个话 跟前文都是相同 就是 他 身影破了之后 现在是开始 呃 要破 受印 啊 下文是说明他 在修 修正的情况的 呃 情形 前无心正 归是故居 前面是破 要破受印 前面要破受印 他还没有心正 就是根本还没有破 受院没有 丝毫没有动 归是故居 归是故居 这一句哈 所有的祝节啊 都认为他退 是 呃 这个 呃 向前嘛 受印没有破 没有心正 退后嘛 呃 身影已经破了 啊 所以这个 呃 《乐阳经》讲义啊 呃 这个 《元宇法师》的讲义里面是这样写 向前 这受印未破 无有心正之境 这是呃 向前没有心正 啊 前母心正的解释 退归 这身影已定 而是故居之所 退归 呃 这身影 身影已定 而是故居之所 这个解释不 不头当 啊 所以 而退归 归是故居 他就看作是 退归后边吗 啊 身影已经破了 身影已经破了 好像这个房子已经撤掉了 我可以居住的地方已经没了 所有的住截啊 都这样解释 呃 呃 我我认为不是这样 为什么 破身影是他的本分事啊 他修行目标就是要破身影嘛 呃 身影破了这是本分事 我当然希望能够破啊 已经破了 为什么要退回来 还要回到那个原来的地方呢 那个破房子本来就不要的嘛 是故居 因为是身影破了 就是 呃 我退回来 没有地方住 往前冲 呃 呃 秀业没有破 呃 呃 往后退 呃 呃 身影已经消失了 没有地方住了 这个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应该怎么解释啊 我的看法呀 他要破身影之前 用力往前冲 要跳上去 要冲过去 冲不过 一下子 一跳 又 呃 掉回来了 呃 都掉 掉回原来的地方 呃 所以这个退屎故居啊 这个故居不是指原来的身影 破身影是他的本分事 这个人最起码哈 他在破身影的时候啊 不会觉得困难 啊 他很自然的 能够把身影破了 现在他因为受影也有 也可以用他前面的方法 啊 好像就可以冲过去 可是 他没有想到 硕是无形无相 这是 林娜的洗衣机 不能用用这种冲的方式 这一冲啊 他就呃 结果这个冲不上去 就掉下来了 呃 龟师过去是 他又到掉下来了 自力虽微 而因此他的 望天冲的力量啊 就这一冲 冲得不过去 冲不过去 就碎落了 呃 自己没有这个坚强的力量 所以入中悔地 悔是悔坏 中悔啊 就是他 掉回来的地方 冲上去 冲不上去 冲不上去再掉回来 掉回来的地方 呃 他的这个 望天冲的这个心 已经毁灭了 无心再望天冲了 呃 所以会变成呃 只有这个 耿无所见 这要再望天冲 没有这个力量 您知道我这个道理 从哪里来啊 我从日本书里面来 从前小的时候 都读日本书啊 有一位日本人啊 他看到这个青蛙在跳 啊 那个人叫做 哦呐呐托夫 哦呐呐托夫 他看到这个青蛙 青蛙在跳的时候啊 呃 因为这个 青蛙在下面 要往上跳 是这个 这个 跳的 极致很高 第一次跳 跳不上去 又掉下来 掉下来啊 他看这个青蛙掉下来 又传气 呃 在传 传来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跳 呃 他是第二次跳 跳高一点 还是没有过 没有过 他看 他看 看他怎么办 呃 他回来又在传 传来一段时间呢 他又往前看 看看 然后第三次 一跳 跳过去了 第三次就跳过去了 因此啊 他就从此发奋用功 他看到青蛙跳的 这个因缘 他发奋用功 后来成了一个大人物 呃 呃 我我认为他这个地方 就是跟那个青蛙跳情况一样 第一次跳不过去 可是他没有在第二次跳 第三次跳的勇气 他失掉那个勇气 呃 失掉那个勇气 所以叫做自立虽为 自立虽为 就是第一次跳不过去了 不再跳了 哎呦 这么难啊 这么难 算了吧 我看没有办法再跳了 呃 呃 叫回来 原来坐在那个地方 呃 身影已经进 寿印要往前冲 冲不过去 就坐在那个地方 坐在这个 呃 从寿印要往前冲的那个地方 还是在在那个地方啊 不动 入中毁地 就是呃 正掉入在原来 掉下来的那个地方啊 呃 不能往前往前冲 跟无所见 呃 你们在往前再看啊 无所见 无所见就是 他没有这个力气 就在我 不行啊 呃 呃 我只能到这里了 心中忽然生大孤科 他心中生气啊 哭是哭脏 哭是没有水啊 呃 就在很枯燥 就是很没有力气 就在呃 好像是很气馁了 呃 他这个 生大哭嗑的情况 就是气馁 气馁 他觉得哎呀 不行啊 我就这样子嘛 呃 我就不能再往前跳了 他这个时候 他的心里想 呃 身影虽然已经破 可是我受印 我有怎么样子过去呢 啊 以一切是存意不散 义 是内心的想 内心在想的 现在我 该怎么办啊 呃 望前冲 没有这个力气 呃 我以为 呃 那就坐在这里吧 等吧 等时间 呃 这样子因为情境境下 因为我这样子 坐在这个地方 呃 等着时间机会 呃 这就叫做精进吧 坐在哪里等机会 错误了 他不肯往前冲 呃 此名修行 无非自私 就是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是要往前冲的功能 物责无救 呃 回味甚至 你能体悟了 哦 我的力量不够啊 呃 不是不能跳 我还可以跳 好好的休息一下 像那个青蛙 呃 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跳第二次 第二次跳不上 不妨再跳第三次 呃 我总之有一次 我会把它跳上去 呃 如果能够这样体悟的话 就没有过久 呃 不要认为这样子是 正到圣人见见 因为我这样就可以了 呃 跳不过就算了 我就坐在这里吧 这不对 如果从圣洁 这有一模 哦 入其心腹 呃 如果认为我这样子就可以 呃 这个圣洁 并不是正到圣国 呃 我认为 呃 如果我这样子就是 可以 我坐在这里等住吧 可以 有人那么浮屠的 您知道吗 我曾听过 有一位法师这样说 他说不用修行 不修行怎么办呢 坐在哪里等 等就会开悟 他说那个 呃 呃 从前有一位蚕蚕啊 看桃花开悟了 他说就是等 呃 他等了三十年 最后看到桃桃花又开悟了 他以为 就不用修行 坐在等 这个人就是发生这种作物 就是一模就要入侵 啊 因为他 坐在哪里等 没有关系 呃 这个人不肯往上跳 就是坐在哪里等 等这个 啊 他好像呢 这个魔入心府里面去 入到那些五上六府里面去 但是 出现闲在一处 但是白天 七十晚上 无论白天晚上都把心啊 呃 走下来在地方坐在哪里不动,不肯往前冲,也不会往后退,坐在哪里不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吃一镇兽,当从轮追,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没有前途,由此前途就结束了,要想要播秀音,那根本就已经不可能,这是非常妥协。 所以修行也很怕这种,有些人起初蛮用功的,可是碰到一种逆境的时候,他就衰退了,算了,我就到此为止吧,这种情况,世界上也是有这种人的,如果你真正在修行,不肯努力,到了一个地方坐在哪里就不动了, 那必定是化地自封,这是危险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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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号 感谢观看 佛教慈悲至夜 03831-1673 靖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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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腔菩萨 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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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